如果不用保留指,你可能学不好吉他 保留指分两种 同弦保留和换弦保留 我用爬格子为大家示范 十指按第一品 当中指弹第二品时 十指不要抬起来 当无名指弹第三品时 十指和中指也不用抬起来 当小指弹第四品时 十指、中指、无名指同样压着 换到下一根弦四个手指 全部提起来 重复刚刚的动作 从高音弦弹上去也是一样 同一根弦不松掉任何一个指头 当弹完一根弦后 全部提起来 然后在下一根弦 重复同样的动作 在同一根弦上和同弦保留一样 都按在上面 当换到下一根弦时 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不是几个手指同时提起来 而是十指按下一根弦第一品时 其他三个手指还按在上面 那根弦不动 中指过去 下面两个手指不动 无名指过去 小指不动 最后小指过去 然后重复相同的动作 从高音弦弹上去也是一样 换弦时 没有用到它的时候 就不要动 一直按着 倒要按显时 再过来 有人说换弦保留才算正宗的 不要听也不要信 这就是手指机能练习 哪有正宗这个说法 对手指有帮助就行 我的建议是 初学者至少做到同弦保留